总有人说老子艺术充满了权某 果真如此吗 老子这本书呢 这个有人有一个比方 说它那是一口井 你每读一次呢 就在井里面打一桶水上来 你再读一次呢 又是从这个井里打一桶水上来 不管你打多少桶水上来 这个井里面永远有水 什么意思呢 老子是读不完和读不透的 你怎么读它都会有新的体会 读老子就像读红楼梦 鲁迅先生说 一步红楼 经学家建义 道学家建银 才子建缠绵 革命者建牌马 每个人都从红楼梦里面 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 那么每个人从老子里面 也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 甚至一直有人认为 老子是一部兵书 兵行轨道 兵以诈力 那你说里面有没有权某 当然有 而且老子这本书确实是 你说它是帝王难面之术 也不为过 但是它不仅仅如此 很难以为 您觉得还好吗 身心在所有人等 很难以为